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幸儿老公菲利普丽丽承德 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儿子的照片 夫妻俩抱着儿子十分温馨 这也是孩子正面照的首次曝光 10月13日 胡幸儿生下可爱儿子 这几天他也有和大家分享当妈妈的心情 而老公更是感谢胡幸儿的付出 还发掌文表白 提到人的力量与一个即将分敏的母亲相比 绝对是比较弱 胡幸儿老公全文 感谢大家的祝福 我们已经被爱淹没了 布伦丹是一个幸运的男孩 很多人问我现在他是怎么出生的 我想在这里分享一些想法 基本上我告诉大家 虽然我完全爱上了他 但我的大部分焦点一直是 而且应该是他的妈咪 当大家都在关注Brandon 就很容易忘记谁付出最多 当一个女人携带一个孩子时 身体经历了40次的许多变化 随着日子越来越近 身体 心力和生 活变化的紧张焦虑 和不安全感都会压倒母亲 见证她的生产 从她的水破裂的那一刻起 去医院 看着收缩在她脸上痛苦的表情 在数小时内 变得越来越强 她拒绝无痛分娩 因为她决心感受到母亲的牺牲 通过自然的生育爱我们的孩子 我感到无奈 只是看着很难忍受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坚韧 相信我 男人的力量与一个 即将分娩的母亲相比 绝对是比较弱 而在永无止境地收缩痛苦之后 十 记得出生需要超人的力量推动 当绝对没有剩下的时候给予 不知何故 她仍然发现力量一次又一次地 给了100个小时 而且现在身体上都有身体的痛苦 还有母乳未养 不能让妈妈睡觉和恢复 完全哺乳的巨大痛苦 和疲劳被如此低估 身体也经历另一轮痛苦 见证我的妻子经历了这一切 这还不够 但我只能说谢谢李太太 不论当初生后 我也不得不给我妈妈 一个很大的拥抱 为我做同样的事情 向所有母亲致以忠心的敬意 她们说 母爱是最伟大的 我也这样认可 分享 在相关阅读小S 学跳尊八五扭动满腰 网友 比老师跳的环好网 一娱乐10月18日报道 10月18日 小S晒出自己 跳尊八五的视频 还配上一段文字 跟着老师KT学 我尊八五的领路人 视频中 小S穿着黑色健身衣 穿搭紧身裤 很是认真地跟着老师跳舞 好身材尽显无疑 让网友们很是羡慕 但是眼尖的网友 很快发现小S跳的比老师还好 大家纷纷留言说 这样的水平还用老师教吗 小S自己都可以当老师了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张月娜 NK4938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徐伟明报新恋情 实质仅扣那版 讲有百 徐伟明与阮晶天分手之后演艺事业大涨 也曾与王百杰传过绯闻 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本月九日他全身包紧紧变装和一位圈外男子看电影 二人一路失指紧扣好不甜蜜 据经周刊之机 站在身高一百七十公分的徐伟明身旁 这位新欢仍比他高出许多 至少超过一百九十 长相则带着中东混血的味道 和讲有百度几分神似 徐伟明最近也被发现手上有刺青 不知是否和新欢有关 二人看完电影 一路失指紧扣三步回家 最后南方乘车离开 十分甜蜜 阿娇才刚认爱 一介王阳明 南方遭暴一劈腿 香港女星阿娇日前认爱 与有一介王阳明 指称的赖红果的交往中 不过随即就有为F奶妹女 晒合照 还喊赖红果为老公 现在又传出赖红果 九月初与一位墨镜大奶妹 童游东京 疑似劈腿 不过遭到南方否认 据镜周刊报道 阿娇与赖红果10月6日认爱 还坦诚已交往一个多月 不过赖红果遭报九月初 与一位大奶妹 及另外一对医师夫妻道 东京旅游 因此让外界质疑赖红果有劈腿之险 而这名大奶妹 不是第一次陪赖红果出国 今年年初也曾一起到国外度假 两人关系令人猜疑 对此 赖红果透过诊所回应 与阿娇从认识到交往 没有跟其他女生交往或有爱美关系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 才是最好的路 一届王阳明赖红果 目前属于薛博人医院团队议员 徐伟宁新欢曾与前女友论结婚嫁 二大原因 金彩刹车 徐伟宁遭静周刊 拍到与一帅气男子十指交口 两人看电影后对方还送他回家 疑似身边有了新的护花使者 这名帅气男校刘又年 曾是伊林男模 更是女星李香之子 联合报掌握独家消息 刘又年曾有未论结婚嫁的女友 名叫房静 也是模特儿出身 还演过戏 外形神似影后张曼玉 如许北宁传出新恋情 南方也被起底 刘又年是1982年 出生身高193公分 虽有个新妈 但从未想过走明星这条路 高中就立志当摄影师 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作品曾获得屡乐 顾常委等大师及摄影师的青睐 刘又年高大郡帅的外表 也吸引不少异性 事实上 她几年前和当时的女友方静论结婚嫁 方静是演员兼模特儿 外形相当亮眼 有小张曼玉之称 拍过多部广告 戏剧 电影 去年演过电视剧滚石爱情故事 刘又年和方静在世 夜上相当契合 缉度论结婚嫁 只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跌不过远距离恋爱 加上个性差异等因素 最终婚姻皆踩刹车 婚约也没了下文 而联合报私下查访后 知情人士表示 刘又年和方静在一起很多年 但后来南方多在大陆发展 也因此远距离的感情没有继续 已分手很多年 徐伟宁男友遭切底 曾是伊林南某的新二代 徐伟宁爆出新恋情 北京周刊拍到与一位身形高大 戴着眼镜的男子 约会看电影 两人还实质紧扣 看似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据查 徐伟宁男友名叫刘又年 1982年出生 身高193公分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 和徐伟宁十分相配 她是女星李香的儿子 曾在伊林当过模特 伊林表示 跟幼年的合作关系 一直都非常好 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 男生 如果有新的恋情 也很祝福她 伊林总经理陈马若对她评价很高 认为她未来的才气无可限量 刘又年近年来转行当起摄影师 赴中国大陆发展顺利 她的作品由六弄咖啡馆 万箭穿心 对新恋情曝光 徐伟宁大方承认 透过经纪人回应 就是正常交往 希望外界平常心看待 对新恋情曝光